哇 丟三颗 同一师古林对决副帮张玉成 但这一回有点怪怪的 突然左手甩了好几下 虽然努力挤出笑容 但防护员警觉事情不对 冲上场查看声势 手指这边有点不舒服 你要先查一下 之前手也是有受伤过 然后休息一段时间 只这左手手指不舒服的地方 就在这防护员不断确认 就连教练陈金峰看了看 也稍微摇了摇头 最后出判是左手指关节挤压挫伤 提早退场治疗 但其实在去年四月 也发生过左手勾撞骨骨折 当时进入低潮 就怕现在又发生 指关节挤压挫伤 让伤势跟着叠加 大部分就担心是 我们的手指的关节里面 有一些像撕裂性的骨折 或者是像韧带的挫伤 或者是韧带的撕裂伤 那再来就是肌腱的一个扭转 然后这种肌腱的滑托 都在左手的部位 可能造成他整体的活动度来说 会比较有受限 球团没给明确的受伤指节 但仪式判定如果没骨折 恢复其大概一个月 能轻微活动 但这恐怕已经重创 汉将战力 毕竟这9250万元的史上最大约 张育成出赛26场打击率 二成四七六轰 仅次身后尾 已经成为富邦野手第二多 上周张育成才敲出中指 首支在剑拳雷达 一棒炸裂三分炮 但近期富邦却是战绩低迷 普吞四连败 十二胜十九败 排名垫底 如果未来张育成缺席 势必影响战力 但凤邦汉将也说 下场比赛不确定 部长能不能上场 但首要任务 是希望张育成能养好伤势 接下来新闻 亮男家庭台北场谋斗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